先把某个变数print出来看 所以其实如果你对于那个字典里面的资料 放到这个字典的这个里面是什么 你不太清楚的话 其实你也可以print啦 你会发现我这里底下把它先注解掉 然后把它加一个print DIC T1 执行的话你会发现它里面就长这样子 有没有一个大瓜糊 然后呢第一个key冒号value 有没有key value 最后的话呢就会到最后一笔的话 就是有没有最后后大瓜糊结束 这个是在那个字典里面的结构是长这样子 OK所以基本上 那我们只是说把它的key前面东西拉出来 放在一个lis 后面东西放在另外一个lis 然后就分别处理 其实大概道理是这样 OK应该可以理解 只是说这个相对又比之前的又更 更多了一个栏位 相对又更抽象 好那再来的话呢 也是 我可以抽象为什么少一个key消息 对因为 那个key我刚刚讲过是唯一的 所以如果你key有重复有没有 对理论上它应该要提 就是跟你讲说有重复资料 但是它python它不会它没有提示 就是它自动会帮你剃除掉就对了 就那一行就不欠 就不欠了 大乐透一到四十九号对不对 然后六个号码加一个特别号七个号码 那你可以london跑一个forway圈跑七个号码 那是会有个问题 那个大乐透开奖的号码不会重复呢 不会重复嘛对吧 所以如果不会重复的话 那如果你放在串列里面 重复的它还是重复 可是如果你放在字典里面 重复的就消失了 所以你也可以想想看 假如说其实这个也是一道题 请模拟一个大乐透开奖程式 对不对 如果你去面试的时候 你写一下看看 其实说真的哦 你写没有标准答案 但是我看我就知道你程度到哪里 有没有 而且那个七个数字真的都没有 对 如果你用list会重复 但是如果你放在字典里面 就不会重复了 那可是问题来了 如果你放了你产生七个号码 但是有一个重复了 它变六个号码 那怎么办 你可以用L1M判断 如果它长度不足 你再补一个比较好 如果补上之后 又还是六个 那你就再 所以你会变成有一个画回圈嘛 一直判断什么 它的长度为 总共有七个 长度为七就好 就是你那个字典里面的长度是七个 有没有 那就OK 那字典Key的话就编号码 一二三四五六七嘛 后面就是它的号码 有没有 不是 字典 号码 应该是把号码放 放Key里面才不会重复 然后Value也写 放一二三一五七 把它颠倒一下 这个写法也许你可以思考一下 反正很多这些形态主要是解决 我们未来会遇到的问题 它多一个这个形态 你就帮助你以后可以解决 以后你产生的问题 但如果你不会这个形态 你用List也可以 只是说也许写出来的程式就没有那么简洁 大概是这样子 可以是 那Value可以加入 纯Key是不纯Value 嗯 纯Key是不纯Value Value可以空的没关系 但Key不能是空的 因为Key一定不允许怒 那Value你给它空的 它可以接受 OK 好 你那个数字效率两笔资料是 Key跟Value都是同样的 Value已经是两个不同的人 都叫同名就对了 所以理论上Key应该不会用名字 Key通常会用学号 对不对 有人用Key用分数 就是用Value那个值 你如果想要放Key的话 你要想一个问题 那个Key会不会有可能重复 如果会有可能重复 你就不要用那个栏位 比如说姓名有没有重复 有可能 所以通常Key就是 姓名就不会当Key 可能就会用什么 用那个学号 或者像身份字号 这种是不会重复的 那因为我们在练习题 我们还没有想的那么细 所以只是一个练习而已 那主要也是 就是刚好会有一个低调语 让大家知道一下 就是不要用可能重复的那个栏位 OK 当Key OK 大概是这样的概念 OK 好 所以也没有层次 就是把这个就要重复联法式 没有 没有 Ditioner也就不能 Key就不能重复 它的规则是这样子 所以你可能要稍微记一下这个规则 好 那这样子的话呢 最后我们就 再可以把字典的东西再把它输出 所以最后我后面就写了这些 所以后面其实总共有四行 这个注解这个可以拿掉了 这个Cleaner就可以拿掉 所以也许啦 因为刚刚同学有问说 老师是不是给他Cleaner 对 我就想说对 其实我们可以分阶段 因为主要是说 如果你一下子没办法 那么能够理解里面 到底是放了什么东西 那你可以先 先Cleaner看一下里面的东西 这个也是好的方法 不然的话有时候 就怕各位太抽象了 后面都会觉得好像一直都觉得很多地方无法理解 甚至你这个 这个List也可以把它Print 这个也可以把它Print 反正List要有问题的地方 你第一也许你可以先 底下先不要跑 先把它注解掉 然后Print看一下里面的东西 你再继续跑 没有关系 好 那再来的话后面我们要再多加一些东西了 就加什么加那个每颗的最高分 就是每 这个是刚刚的这个部分 后面我要多一个分格符号 下面就跑一个报表 那这个报表的话 跟昨天的报表其实还蛮类似的 就是每一颗的最高分 不过这个地方 当然一样 你为了要加总分 所以变成势必你要把A B C D 四个栏位分开来 那我们刚刚只是说把它放Key跟Value 而且Value里面就变成说 放个字刷 那那个就会黏在一起 所以怎么办 把它切开来就好 所以基本上 那我切的方法 反正这个 我有放两个版本 一个版本就是用之前的List的方式处理 所以之前的List的方法处理是说 上面放什么A B C D 有没有四个栏位 A就是什么呢 A指的就是A栏 其实就有点像模拟那个Excel的概念 A栏 B栏 C D 就放四个List 那后面的话呢 一样 我们就是把那个Key 放A 那Skull刚刚切开来的话 Skull里面你可以再切割 所以把Skull里面的东西切开来 分别放在B C D 然后分别把它Print的最高分 那这个最高分昨天讲过了 就是国文总分 几分 就是把它用上函处 把它加总 然后平均的话就是把Sk 除以它总共有几个 OK 然后这样的话就有平均 最高分就是用Next B就可以了 那还有一个是谁哦 是谁的话呢 我有讲过嘛 我这个昨天有演练过 所以 请各位回去 如果忘记的话 最高分是谁的话 就是先找到最高分的位置 再把那个位置 外面包一个A栏的那个什么呢 串列就OK 所以说做法记得吧 用B什么去查询 B.index 查询 查询什么 最高分的位置 所以B mass的位置 有没有 有这个 然后外面的话呢 知道位置之后再用A 去把那个 每个他的串列的位置 放进来 这样就可以查到是谁了 OK 所以这样子 这昨天有讲过啦 OK 只是说这个要 把它熟练 还有理解 需要一点时间 没有关系 反正我录下来 回去如果你还是不是很清楚 看一下昨天的影片 OK 这个 有时候需要一点酝酿时期 不过还好因为我录下来 所以回去的话 自己再花一点时间 那这个是ABCD昨天讲的 但是我们后面有一个做法 就是我不是用四个栏位 我用三个字典可不可以 所以后面的话 我又有一个版本 这个版本就是三个字典 我一样有把它放在三个字典 有没有 那怎么样变三个字典 那三个字典其实就是 DIC1里面就放Key Key的话一样名字 Value就国文成绩 那DIC2的话 DIC2就是也是 Key也是名字 那Value就是英文成绩 有没有 所以你会发现Key都是名字 Value就是国文英文 所以会变成三个啦 那至于哪一种方法比较OK 反正各位可以自己做做看 比较看看 那将来要怎么写 我觉得你就写了顺手就OK了 说真的 那当然我自己习惯 我当然还是不是很喜欢用字典 我希望先放字典再把它抓出来 放在串列里面 因为串列反正熟悉嘛 对不对 你就不用特别还要去 去想说 字典形态怎么做 所以基本上的话一样 我们就是 这个地方的话基本上差别就是说 我要把国文成绩抓出来 放到 所以你会发现到这边都DIC1的Key都是一样的 但是Value部分的话呢 就是国文英文数学 数学因为最后会有个换行 所以会多一个strip 把那个换行拿掉 不然会多一个那个换行 然后最后的话呢 再分别统计出来 结果也会是一模一样 并没有什么太大的差别 所以这个部分的话呢 请各位再试试看 那两段程式马威尔把它放在云端 有两个版本 一个是那个四个 这个是四个串列 用四个串列的方法去做的 把它放大一下 这个底线再加一个 四个串列 这个是三个字典 结果其实都一样 那当然呢 你也可以变化一下字典 其实字典顾名思义嘛 Minds CAI 可以把它改成字典版本 因为Minds CAI就跟字典蛮像的嘛 有没有 Key 其实就是也许英文 Value也许就几月 Key value 两边可以match就表示答对了 这个也许可以想想看怎么改 画面再还给各位一下 试一下 试一下 这个顿 calm 就是 因此 大家 糊